10月9日,随着中铁四局铁路,有炸无炸一体式牵引车拖拽着一对500米长钢轨,缓缓驶进五湖长江三桥并铺设完成,标志着由中铁四局八分公司负责铺轨的商和行铁路右线即将贯通。 据了解,商和行铁路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规划和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郑徐铁路河南商丘站,经安徽博州、富阳、河肥、吴湖、宣城、浙江湖州等地,中至杭州东站,线路全长794.55公里,设计时速350千米,工程总投资约960.8亿元人民币。 今天我们铺轨已经是进入了这个吴湖长江大桥,我们这块计划工期的话是吴湖境内这一块铺轨完成是10月底,长岗轨的这个汉轨放散是计划在11月底完成,12月份的话完成这个项目部的这个主体工程,为这个明年年初的话这个联田联市打好基础。 据介绍,中铁四局山河航铁路站前13标铺架分布,主要承担山河航铁路南段铺轨267.26千米,新铺道差103组,铺道长119501方,架梁336孔,以及两处车站改造,包括肥东车站和河肥南动车所。 在铺轨施工中,还采用了全新的施工调度指挥信息系统,具备作业设备实时定位,调度中心实时视频监控,手机终端实时调阅,行车安全距离预警,行车超速报警等功能。 为铁路工程线实现现代化智能管理,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三航高铁为华东的第二大通道,它同步会带动了我们河南、安徽和浙江的区域的经济发展,同样的话也对我们老百姓出行,也会带来很大的便利条件。 据介绍,商和行铁路与正副铁路在富阳交汇,形成中西部与华东地区新的快速客运通道,并与长三角铁路网互联互通。 通车后,对实现华东第二通道客货分流运输,助力区域向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